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 这里有空窑了 你晚上住这里走 还可以 我住在 你干嘛 没有啊 看着你今天好像漫漫不乐的 男人不乐很开心呢 要不我们买点菜我来煮饭 你看这里什么都有 这是本来他们自己住来住的 然后现在不住了零食出租的 现在几点钟还有饭吗 还有餐吗 没有啊 这七点钟 那地方我也有 这边下午 你自己下午就放东西放 这边下午又 走我吃饭 不做了 随便吃点就得了 做饭那么麻烦 好 这个小海豚海鲜广场四点多公里 你在看什么 看这附近有没有东西吃的 要不我们买个泡面吃上了 泡面要找到小卖布的 小卖布才有 楼下好像就有小卖布啊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就吃个泡面了 节约开芝麻 这不是 就节约 就这么节约的 我在视频上面看到很多人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 出海去钓鱼在海南这里 我想省点钱 那时候去钓鱼 算了吧 上次去北海挖的那个冤枉钱 去那里挖挖挖挖 都没挖到几个东西 那个也没有花多少钱 几块钱坐车过去而已 用那个刨着那个爪子 去那里是不是 那这个是吃差一点 然后我们就 不就好了吗 又不是说什么 省上来的钱 花到想花的地方 就得了 吃东西就吃个泡面 省那个钱去玩的 有什么好玩的 那你看 你在那里看 一顿要几十块钱 那好过你吃泡面 泡面就好 你去海出海去钓鱼 都不一定钓得了 是不是 那你叫个快餐就可以了 我都找个快餐了 吃一个泡面车 当然吃完饭 解一下腻 凤凤鱼 放在车上有点脏 要洗一下 擦头去 切小块一点 吃个凤鱼 这个煮得很甜 这两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没有 那你不是说我不尊重的吗 那你不是说我不尊重的吗 是哪里不尊重的吗 没有啊 那说不尊重我 那你有什么不给你名字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呀 慢慢讲话可以小声一点是不是也行啊 不一定要吼 可是没吼你 我这样说话叫吼你 现在不是啊 有时候也喜欢吼 那我着急了 那我肯定有说你啊 觉得有着急的时候是不是 你不能着急 着急你最好呗 如果别人着急 别人也好你 你自己心也不爽嘛 对不对 我肯定做错了 我在好你 你不做错了 怎么不能去好你呢 我肯定做错了 这个凤梨也是蛮好吃的 你要吃几片 两片够了 嗯 我觉得你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选择一个好都没事 你当着别人的面在家里面好的话 人家也会 是不是 我这个男男 什么都没有用 你一样的 昨天在做事的时候 那是阿姨在那里 我说你是不是 那不是嘛 有什么事 你妈妈说嘛 大家就好 没那么多阿姨在那里看的 那也可以这样啊 下次就你 这样嘛 那我们现在来到三样 是吧 那这次我就听你安排吧 好不好 因为我安排你 我有时候着急 我肯定会说你的 是不是 那么我着急 我也会好你的呀 是吧 那行 那就这次 我听你的 行吧 这次你就看你 你自己怎么安排都可以 好不好 这是你看怎么做 好 只要我不安排睡 我不管睡 我啥都不管我 你不会好你呀 你不操心的嘛 应该怎么演 可以啊 这个有什么 那行 那就 嗯 从明天开始 我就接受谭老板的安排 好吧 明天一开始我说服役工嘛 可以吗 服役工可以吗 这个也别跟我没有关系 只要是 一种尊重嘛 行 那说好了 行吧 嗯 看看跟老谭一起 沟通了一下 可能是这两天 我不要着急 然后做事啊 什么的 就情绪 情绪 管理的不太好 就跟他说话 有点大声 他就觉得我和他了 然后就 心里不痛快嘛 毕竟他带老远的过来 是吧 然后 家里的层子又住下来了 就觉得心里不平衡嘛 所以他就有点想回去 刚刚已经跟他说好了 这两天呢 我也尽量收敛一下我自己 让他呢 去引导我 毕竟男人嘛 还是 如果说 总是 女的 走在前面 他会 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嘛 他肯定也想要 做一个 顶天顶地的男子汉毛 我来老谭 他也 心里 嗯 也是挺 挺面的一个人 说真的 他还是挺 挺就是 怎么说 责任感还是很 很强的 所以可能 这两天在这边 我把他当义工啊 然后总是叫他做这 那的 而且态度不是很好 他肯定心里受挫了 所以说明天 该是我改变一下他自己 改变一下我自己 然后呢 让他去引导我来走 让他去安排 让他感受到 他是 当家的 做主的 估计就好了 看一下过两天 还想不想回去 如果他还想回去的话 我觉得我就没办法了 朋友们 你们指不指指我这样子做 你们指不指 passer我这样子做